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姐 今次莎姐會介紹情緒科病人吃的血清素最常帶來的反應 通常吃血清素頭十日的反應是最大的 然後就會慢慢適應 通常會一般 眼粉 很喜歡吃東西 這個是最常最常的反應 你會發現為何情緒病患者或是為什麼像嘔嘔嘔嘔的 其實不是的 莎姐會承認的 他不是嘔嘔 他會把腦的轉速減慢 甚至今吃半粒藥味是足份量的藥味 我都認為是慢了20% 所以莎姐有時候會停頓 平時沙姐如果沒有吃這些藥 是不停地一戀嘴很快 是沒有停頓的 另外一樣大家都會看到 沙姐經常咒著味道 其實不是因為口乾 這也是情緒病患者 情緒藥會令你口乾 所以是不停喝水的 但不停喝水你都不覺得滿足 是很口乾的 沙姐吃情緒藥時沙姐有少許不同 沙姐的反應是不停吃東西 沙姐是完全沒有胃口 初初這個比較反常 所以初初醫生會覺得 是否你十天後就會正常回復 也不是 但有時候是沒有胃口 我可以整天不吃東西 但我都會逼自己 控制自己是每天都要吃最少兩餐 但有些大部份都是不停吃東西 那怎樣控制或者怎樣幫助他 這個我想家人要體諒 而且可能讓他吃一些沒有那麼高卡路里 或者一些 因為他吃東西不是真的肚餓 他真的那個感覺是想要吃東西 你可能給他一些低卡路里 營養好的水果 攝口都可以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第二就是試睡 試睡可以試過沙姐是可以一次過睡兩天 連東西都不用吃 只是去廁所 喝一口水就這樣一天 那你要怎樣令到他有正常的生活 可能他起床時要給他一些東西吃 或者怎樣逼他不需要睡那麼多 讓他早點適應 因為有時候純粹是想睡 但其實不睡都可以的 所以你就怎樣 那時候沙姐逼自己 不要讓自己整天睡 所以沙姐都要逼自己上班 因為如果不上班 我基本上是不需要出門口的 所以沙姐都會逼自己 或者找份兼職也好 做幾個小時也不要緊 總之要出門口見一見太陽 這樣會令他心情好一點 而且會快點適應一點 適應生活 不是適應藥 這些就是比較吃藥的副作用 希望大家都能夠體諒 不要說為什麼他這麼牛 說話好像停那麼久 你要弄清楚 他只是降低了他腦的活動 讓他不要那麼活躍 並不代表他思考能力有問題 他可能遲些慢慢想一想 你弄鬼我 他就會不開心 因為他不是代表他想不到 只是想得慢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為什麼他吐吐吐吐 是不是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不是 恭喜你 你遇上一個肯吃藥的人 所以你應該更加安心 但是如果他不肯吃藥的話 你就要想一下辦法 因為很多人都是怕 我吃藥之後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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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會被人歧視 所以很多人偷偷搏自己 就算拿藥回來也不吃 你們就應該鼓勵他吃 就算他吃了之後停頓多一點 或者是想要慢一點 你當看不到 看不到 當普通跟他聊天就行了 他就發覺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說了 停頓或者慢 他就會很安心地繼續吃藥 所以希望大家都鼓勵你身邊的情緒病患人 如果他真的需要吃藥的話 就鼓勵他定期吃藥 定期覆塵 好 就是這樣 拜拜